对于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主席宣布 不讨论涉台提案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3号表示 事实反复证明台独没有出路 在世卫大会炒作涉台问题 不得人心也不可能得逞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不容任何挑战 朱凤莲指出 大陆方面始终高度重视 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我们最先邀请台湾卫生专家 赴湖北武汉考察 分享了50多份技术资料 并专程通报大陆与世卫组织 分享病毒基因序列 和获取相关基因序列途径的信息 迄今我们已向台湾地区 通报新冠肺炎疫情约400次 包括在大陆确诊的台湾居民信息 据不完全统计 过去一年 中国台湾医疗技术专家 参加世卫组织技术活动 44批47人次 台湾地区获取各种疫情防控信息 和支援的渠道 完全是畅通有效的 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的政治谎言 不过是民进党当局 以一谋独的借口 朱凤莲强调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歪曲否定体现 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破坏了两岸协商的政治基础 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这个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 民进党当局与外部势力勾连 在世卫大会问题上反复滋事挑衅 有关国家则打台湾牌 解世卫大会等场合 挺台拓展所谓国际空间 企图动摇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国际社会共识 事实再次表明 任何以破坏一个中国原则 分裂国家为目的的行径 都只能以失败告终